你借我个车干吗呀 我说我不干你非让我干 我这一天什么都没干 我就光把你换轮子了我 你吓我一跳 我还以为你被劫财劫色了呢 不是 你的胎换好了没有啊 轮胎换完了 我都能跟跟您有儿一样 我还借什么人呢我 那你干我呢 你现在开到哪儿了 我都不知道这什么鬼地方 进县城找国泰百货 先买一件应急的听明白了吗 我跟你说了 转月圈 停 你脚反了吧 真好 停这 然后反面 向总 你回来了 甜甜 怎么样 特别好 甜甜特别聪明 我觉得以后都可以做舞蹈家了 来 爸爸跳一段 来 来 来 加油 我渴了 我要喝点奶 我这女人很任性的 没为难你吧 没有 其实她挺乖的 那个向总 我知道你什么事情 托魏珊珊办了 魏珊珊跟你说了 没有 是我主动问她的 我为了这件事情 还去找了 邓叔叔的女儿小可 我想看她能不能做通她爸爸的工作 结果 没想到这件事情 还让你费心了 不管帮不帮得成 我都要感谢你 谢我什么呀 您帮我那么多事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谢您 其实我真的是想去为您做些什么 可是能力有限 有这份心 没这份力 你有这份心 我已经很感谢了 有时候做老板 也有做老板的难处 有时候嘛 我有一肚子的苦水 都不知道向谁说 说了也没有人相信 垃圾桶 那今天晚上留在这里吃晚饭吧 我让阿姨多做几道菜 不 我亲自下厨 我亲手做几道菜 忙了一天了 我也该放松放松了 那 我帮你 好 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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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过来上班 周一过来上班 你住的地方 好像离公司挺远的 要不要先在公司 给你安排个宿舍呢 就现在这个交通状况 你上班这段路上 至少也得花三个小时 你要是不嫌弃 咱们公司宿舍条件简路的话 就先过渡一下 然后呢 咱慢慢找房子 公司啊 还可以给你报销一半的房租 那我能先看看宿舍吗 这就是你的宿舍啊 这么多张床 不是你一人住啊 那我出点钱 把这屋给你包下来呗 那以后我来探你班 那我不能当着这么多人面 跟你说悄悄话吧 要不这样 星期天 咱们这地儿好好装修装修 布置布置 反正小李家里 都能收拾那么干净 这地儿咱怕什么呀 实在不行 咱上京东厂城 订点冰箱彩垫什么的 明天 行吗 你不会那么想不开吧 非要从这儿跳下去 你说我去还是不去啊 从专业的角度看 没有比她再合适的工作了 那我回去跟我妈商量商量 她老人家能提什么反对意见啊 我今天跑这一趟吧 真的觉得挺远的 先抛开那环境不说 我这儿跟我妈不就有两地分居了吗 这不正合你意吗 也不是说 特别烦天天看着你妈 在你旁边唠唠叨叨的 正好啊 离她远点 没准还能够提升你们母女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呢 至于两地分居这事嘛 我觉得这应该是未来我考虑的问题吧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觉得吧 挺好的 以后啊 到了周末我就来接你 咱俩呢可以在这附近吃吃烤鱼 爬爬山 对了 我知这附近啊 有好多特别有特色的农家乐 又能解馋 又能锻炼身体 这多了两全其美的一件事 你今天怎么那么能说好听的呀 那我说什么呀 我跟你倒一肚子苦水 然后跟你说你别干了 然后告诉你这怎么怎么不好 那你不又得说我 这别有用心了吗 我这摩托车没发动啊 怎么这么大动静啊 我这一天就吃了五个冰淇淋球 我能不饿吗我 那我这一天连个冰淇淋球 都没吃呢我 我还修了一天你的破车呢 那还我打了半天电话 告诉你那破车怎么修呢 再得到我跟你扔合力 你知道这男人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吗 就是能够把他心爱的女人 宠承除了他自己之外 别人都接受不了的刁蛮公主 也就是说爱一个人 能够接上他身上所有的缺点 这叫贱 我就喜欢跟你一个人犯贱 好吧 那以后就叫你王小剑吧 行啊 黄小仙同学 王小剑同学 现在我要跟你宣布一事 那工作我不去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以后会后悔 这还没开始呢就后悔了 因为我现在已经后悔了 这不是属于任性范畴之内的事吗 黄小仙就是这么任性的 我就喜欢你任性 小仙同学 你愿不愿考虑一下 来我的公司试试啊 王小仙现在有点饿 看王小剑能不能把它填饱了 走着 没人帮我拿包啊 也没人服务一下啊 也没人服务一下啊 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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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看看现在手机的电池怎么回事啊 半天就没电了 本来想告诉您一声 我今天回来晚 你看 没电了 您要不给我买一新的吧 我给买十个行吗 怎么了 又谁招您了 你 你看几点了 你要气死我呀你啊 我这一天都在找工作 命都快打在里边了 大半夜找工作 哪个公司半夜招聘 你跟我说说 这 这一天讲起来太长了 我就讲结果吧 反正 后来郑海潮 是说让我去他们公司上班 咋样 有事吗 有新动作吧 我想邓小可 你一转的俩眼珠子 我就知道你想什么 你要干什么 以后你就别想你骗我 你知道吗 我骗什么了 怎么想去郑海潮那呢 不是 这我也是刚定下来的晚上 人才问我这个问题 我才答应的 本来我也挺犹豫的 我想这专业也不对路 完了也还欠人这一人情 人还以为我走后门什么的 但我后来一想也行 你女儿也不笨 去两三天万一在不同的领域 大放光彩呢 还能帮着人家呢 我特想笑 你怎么对我这么不自信呢 你两三天你就大放一彩 你什么人呢 你想没想过 你在那儿又待不下去呢 你先跟我说 你俩关系现在到底到什么程度 不是 您不是让我跟他走得近一点吗 这个我潜入敌人内部了 连工作都跟他盯一块了 那我也没让你一头钻进去啊 你这你知道 你这这没有回头路了 万一两个人你闹别扭了 你怎么 你怎么弄啊 最后连朋友都做不成啊 行 妈 那个今天我先不跟您多聊了 我明天还得上班去呢 你 你打住 你给我打住 你说 你说什么 你已经是打眼人家 明天就去上班去了 我明天得黑眼圈了 我不能聊了 现在 杜耀克 你太不像话了吧 这么大的事你 你就自己 你就做主了 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呢 我这一回来 就赶着跟您说这事 我还不明白了 怎么就回来 可是你明天 你就要上班去了你啊 对啊 你有这样的你 你把我放在哪儿了呀 妈 祝我成功 嗨 邓小可 你现在真正来 手机 新手机的事 您想着点啊 手机个鬼你 你给我站住你 妈 小可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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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缺德玩意儿 我告诉你 你这你就是傻 你知道吗 你就想那一面 你不想那一面 你去了 万一你弄不到一块 你怎么办呢你呀 今天真是太谢谢您了 您竟然带我参观了整个的医院 应该的 以后我们是同事了 千万不要客气啊 其实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 就看了您的很多著作和论文 是吗 可是您跟我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 我真是万万没想到 您本人是这么的年轻儒雅有魅力 儒雅魅力谈不上 我和大多数人一样 希望自己能够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 还有一点也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什么呀 您太像我的父亲了 什么 是怎么可能 更巧的是 他也是一名医生 可是他过早地离开了我 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爱 我真的很爱他 小程 身老病死 是自然规律 想开一点 好吗 是啊 所以今天我刚见到您的时候 我有一点失态 没事没事 对了 你看看 这个就是我的爸爸 像不像 这是 这是你爸爸 是 像吧 是吧 他真是挺像的 像我年轻的时候 所以今天我看到您的时候 感觉到特别的亲切 您可不要介意啊 不会的 小程啊 你干来北京 有什么困难 尽管跟我说 不要客气 好吗 真的 那以后我肯定免不了要麻烦您 到时候您可不要嫌烦呀 那怎么会呢 那怎么会呢 好 走 来 是你在天天 想你是你在眼前 想你是 想谁呢你 想你呗 我想别人不是犯生活错误啊 老薛九啊 你能不能不看了 医院看 回家还看 赶紧睡觉吧 明天 不还得有手术呢吗 这一天 干吗呢 干吗呀 怎么着它烧了 不是我 我跟你说 我今天碰一事 真把我吓死了 真把我吓死了 我们医院啊 不是新分了一个女的 姓程的大夫吗 一欠我面 怕还愣了 搞得我莫名其妙 对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你知道她说什么呀 说我长得特像她爸爸 我 等她把照片拿住一看呢 一模一样 真跟我三十多岁的照片 简直是 奇了 你说这事 看什么你 坦白从宽 啥事坦白啊 你是不是你当年流落民间的一女儿啊 净胡说八道你 她还是这样的事 你是不是废着我 你干啥事了你 我又没这本事呀 有本事是有的 但是胆是没有 对对对 对对 咱俩都贴呀 咱能干啥事 就是 我跟你说啊 她爸 原来也是干医生的 可惜就去世太早了 说了这一番以后 我这心里真是挺难受的 挺不是滋味的 那她妈呢 好像也没了 让我一下子想到怎么 对了 你明天把那女的叫啥玩意 承财 对 让她到咱家来 可可怜的 让她周末没事就来呗 你还真大回事了我跟你说 是 来我给你做的好吃的 好不好 你是当领导的 你也应该对下周这关心的 改天我叫她来 好吗 先说好了啊 你明天就叫她下周就来 别那么着急 你先睡觉了 好 好 先睡觉 我看看她爸 跟你到底长得像不像 跟我像不像 我有点好奇 那也不是我女儿啊 是吧 你妈 你还想要几个呀 行了 你一个你都不管呢 你还想 可这挺好的 好 好 好 邓姐 这是咱们的那个开放的会议室 这一片呢就是咱们的那个产品研发部 好 邓姐 这儿就是咱们的茶水间和休息室 中午大家可以在这儿吃饭和休息 中午是大家都在这儿吃吗 也不是 要是有人带饭过来啊 就可以用微波炉加热 但是大家还是喜欢出去吃工作餐 反正咱们这附近啊 咖啡厅餐厅多的是 对了 邓姐 你中午要是懒得出去 想吃什么给我说一声 我就给你买回来 不用不用 我在这儿吃就行了 没事儿 姐 我不怕嘞 别老挤我姐 我可能还没你打呢 您这不是辈分大吗 我 我就一实习生 你叫我小可吧 行 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 那个我带您看一下您的办公室 好 谢谢 这就是您的办公室 我在这儿上班啊 是啊 都收拾好了 昨天忙一晚上呢 我的意思是这太夸张了 我不需要这么大办公室 不夸张 我们公司虽然小 但是一间办公室的地方呀 还是有的 您看看还缺什么 等会儿我让他们都送过来 其实我跟他们在外边挺好的 没事儿 这些事儿啊您都不用操心 您啊就踏踏实实的 在办公室上班 工作 其他事儿啊您都甭管了 那我具体需要做些什么呀 暂时没什么事儿 您就先休息一会儿 第一天来嘛 也得先适应适应环境 对了 盒子里有茶叶和咖啡 咱们公司的无线密码是24680 最新的时尚杂志就在前台放着 您要是想看啊 拨个分记号 我就给您送过来 您还有其他需要的吗 没有了 行 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有什么事儿您随时招呼我 谢谢 你看这上午事儿特别多 也没顾上去看你 怎么样 第一天上班感觉还不错 不怎么样 小李没安排好啊 就是因为安排得太好了 一点都不像上班 没听明白 你见过一实习的 自己有一个独立办公室 完了还有一私人助理的吗 据我所知公司没这传统 我这哪儿上班啊 我这分明就是度假来了 听明白了 这应该是 小李私给你安排的 那你要不知道的话 估计就是他安排的吧 你看我这一上午 从上班九点到现在 我什么都没干 喝了两杯咖啡 吃了一袋饼干 看了三份报纸 发了三十七条微博 还网购了两瓶东西 你说我这月底 要拿工资也不合适啊 月底应该 给你交房费比较好 其实让你来吧 主要先让你熟悉一下环境 等真正工作起来啊 有你吃苦的时候呢 我就是想知道 我的工作是什么 我不要大办公室 我不要助理 其实让你干什么呢 我还没想好 你呢先熟悉熟悉公司的业务 等到真正的熟悉来了之后呢 看你的特性 再给你安排一个部门 至于小李动用 公司的资源 拍你马屁这事儿 的确有点过 到时候我说的 别别别 人不是想拍你马屁吗 他懂什么心思 我清楚着呢 要不这样的了 我先安排你去创一部上班 那个部门呢 是公司的核心业务 你先去熟一熟悉 看看有没有灵感 行 那我能跟他们 在一块上班吗 可以啊随时都能搬 不过现在已经是饭点了 该吃午饭了 要不咱俩去隔壁的西南京 吃个饭 那不行 哪有第一天上班 跟老板吃饭哪 哪有什么不行的啊 他们又不是不知道 那更不行了 让他以为我炫耀 跟你的关系呢 行行行 听你的 那咱们就 各自用膳吧 那我搬家去了啊 嗯 喂 喂 珊珊 怎么了 出事儿了 田田不见了 怎么回事儿啊 见面再说吧 我在向飞家 你现在 你现在快过来帮我找找吧 我马上到 喂 去当 你能去到向飞家吗 对 我有急事儿 到那儿再跟你说吧 先挂了啊 在那儿集合 哎 怎么样 找到了吗 还没呢 阿姨还到一边找 我这不是先回来等你们吗 那你跟向总说了吗 没有 我想先找到田田再说 整个小区都找遍了 你说这孩子 他 他跑哪儿去了呀 孩子丢了事件大事 是不是应该报警啊 我 报 报警 这 这事儿就闹大了吧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先帮我想想办法再找找 到底怎么回事儿 田田为什么跑啊 我叫他跳舞 然后跟他纠正动作 说了他两句他不高兴了 结果我上完厕所出来 他就不见了 我们分头找吧 别着急了 别急 我们是不是应该分析分析 田田可能会去哪儿 这么小的孩子 他能跑哪儿去啊 他会不会找他妈妈去了 要不你先给他妈妈 打个电话问一下 我 路这么远不可能啊 他一个孩子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去 我们得想一想 我们小时候如果不高兴 我们会去哪儿呢 我就觉得有一次跟我妈吵架 我就跑到隔壁的邻居家 走 我知道了 田田屋在哪儿 二楼 走 刘雪刚 在这边 这边在哪儿 没有啊 什么没有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快出来 田田 天哪 你怎么在这儿啊 小花你怎么回事啊 好了好了 不哭了不哭了 你到底说到什么了呀 对不起吧 乖了 田田 哎呀 田田 吓死我们了 吓死别这样了 你把 你把沈张老师大家都吓死了 知道吗 现在是下班时间 您能不当着老板的面 假装工作了吗 谁假装了 我这叫敬业好吗 公司不鼓励员工透支休息的时间工作 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不是你这老板怎么回事啊 你不敢摸也就算了 别人的老板都巴不得员工住公司里呢 过度的加班啊 不意味着勤奋 反而是工作效力不足的表现 我呢 愿意给员工足够的生活空间 他们就会把这事呢 更好地体现在工作上 其实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谁都不比谁傻多少 行行 我这儿敬业还出错了 我不看了还不行吗 合上 哎 不过你这团队还真是还不错 是吗 这一天觉得还适应吗 看了一下我资料 没点让感觉 哎 其实啊 我以前在一家4A的公司当创意总监 没事呢就泡在咖啡厅里 这个喝茶 聊天 更多的是享受生活 你是觉得现在不好 不是啊 现在不是注册了自己的公司吗 操心更多呢不再是创作上的事 所以就没有那么多闲心 享受成绩的生活 听你这说的怎么有点后悔的意思啊 真不后悔 经营一个事业和创造一个作品 是完全不同的成就感 两者不能互相替代 那你说你要当老板干什么了 为名为力 真不是 男人越成熟吧 就越想体现自己的操控感 嗯 对生活和事业百分之百的这种操控能力 或者叫做操控权 施控对于他们来说是件特别糟糕的事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好比说这个啊 男人喜欢开车 嗯 开车就是最好能够体现他们的驾驶感和操控能力 当你手握到方向盘的时候哈 每一次微小的转动就意味着一次精准的转弯 每一次这精准的换档就意味着一次动力的体现 你知道为什么这车越好就越有人为它一掷千斤吗 爱写白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很多人是这样 嗯 但是其实跑车就是体现精准的操控能力 你买了好的操控能力 你就更好能够体现你的控制感 明白了 这都是经验之谈 这都是日记越来积载下的精华你知道吗 没事跟我多聊聊啊 对你人生越来的提升是特别好的事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男人喜欢那些好驾驭的听话的姑娘 因为能体现她的操控感 不是 这事跟车有关系吗 有点关系 两码事 你别瞎联系 我这叫举一反三 您一直说我对人生没什么主观能动性 现在有了 您这主观能动性调动得也太不是时机了吧 你不会从现在开始对我这爱情观有了偏差吧 我对你这偏见不是一两天的事了 师傅能送我先回家吗 行 你怎么知道甜甜没多远呀 这 这不是受你的启发吗 我启发 我启发你什么的 你刚才不是讲了吗 你小时候生你妈妈的气 之后会躲在隔壁同学家 一些小孩子啊缺乏安全感 总想逃避 所以 你能不能听我说 能 我讲到哪儿了 缺乏安全感的时候 缺乏安全感的时候 他们总会逃避 把自己藏起来 那藏起来他们会藏哪儿呢 一般藏在什么桌子底下呀 床底下 角落里 还有衣橱里什么的 因为他们觉得呀 这些小的空间小的范围 让他们容易产生安全感 就这么简单 好 今天算你立了一功 立功 有什么 有 有什么说法没有啊 好好说话就是对的 你想要什么说法呀 我那份升级报告 可以批了吗 升级报告呀 你就继续立功吧 哪儿有那么多机会 让我立功啊 立功的机会到处都是 只要你想立功 总会有它 对了 我还真立功了我 你看 先进个人 我被我们公司评为先进个人 还有三千块钱奖金 你说这算不算立功啊 这是你吗 这 刘旭刚 怎么不是我呀 那万一跟你是同名同姓呢 这 我们公司就我一个刘旭刚 怎么会要同名同姓呢 你 好傻 我 我可跟你想 我们公司就我评了十个人 我不是百里挑一 我可是千里挑一 能不能忍真点 能 那 算不算立功啊 算是吧 你说我们这三千块钱的抢金 咱俩该怎么花呀 咱俩 你 你赚的钱 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呗 你问我干吗呀 这可是你说的 珊珊 这是我送你的衣服 你干吗乱花钱啊 我 我不要 不是 我都买了 给个面子 穿上试一下来 谢谢你啊 我真的不用 来来来 快 来 慢点 好 来 好 好 好看吗 太好看了 真的 我觉得这个衣服就是为你设计的 那肯定要把钱给你吧 谢谢你 提钱多缩啊 看你俗劲儿 我觉得这摩托鹰特别可爱 后面还有字啊 摩托鹰是可爱 怎么样 这个还有男款呢 对啊 这叫情侣衫 妈 珊珊 你看那边 什么 你看那边 那边 怎么了 来 来 再来一张 来 你干吗呀 太讨厌了你 你怎么这样啊 拿过来让我看看照片 你看 这张还挺好看的 那我喜欢这 这张 这 这张 这摩托鹰 上下还挺漂亮 谁说的 是你人漂亮 你看 我们俩这感觉 就一对嘛 你不觉得吗 又来了你 不是 有批了吧 邦邦 立功 立功 我白说了 立功 嗯 这 这不算功吗 我要给你钱的 不用 你提钱多俗啊 我要给你钱的 我要给你钱 我走啊 拜拜 去哪儿啊 回家 等我啊 我送你回家 我相信 伊利古利多 这个策划案 你们跟我一样重视 但是我还是得强调一点 创意策划案的合理性 这个我不止一次地提出 一定要注意拿捏他的分寸 把握他的度 不要天马行空 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 大家回去以后想一想 散会 高总 小可 来 进来坐 好 那个 对不起啊 小可 今天上午 临时有个紧急策划会 所以我们提前一小时上班 忘了通知你 没关系 这是右部刚拉来的新客户 我们正在准备资料 我可以做什么吗 这样 你也做一份创意 伊利古利多 到时候拿给我 明天我来汇总 然后再拿着客户那汇报 行 高总那我先出去了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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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不错 头纹并茂 没少下工夫吧 还行 黑眼圈都熬出来了 昨天晚上没睡觉 赶这个方案嘛 不过是应该的 不错 这个方案我很喜欢 等一会客户来了 我一定重点推荐 高总 您觉得我这个有希望吗 有啊 这好东西啊 你这方案如果被采用了 可是有奖金的呀 行 到时候我请大家吃饭 行 那就做好准备 请大家吃饭吧 好 高总 这是我的创意方案 您看一下 行 行 忙着啊 谢谢高总 吃吧 孙小姐 我点了你最喜欢喝的咖啡 谢谢 还想吃点什么 今天我请客 这 这怎么好意思呢 这事情我又没有帮你办好 怎么好意思 让你请客 还是我来算了 你今天别跟我争了 我有事求你 好 这么严肃啊 沈小姐 你说吧 只要是你的事情 我尽心尽力 鞠躬尽锤 死而后一 其实对你来说就是举手之劳的小事 我想让你帮我找富豪 富豪 不过这个富啊 他也是分级别的 富 富到哪种程度 别墅 游艇 直升飞机 私人海岛 那种要啥有啥的人 这是大富豪啊 大富豪还单着 那不是离异就是上偶吧 好 我不说这个意思啊 我就说啊 这个寻找起来 估计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实在不行 就把钱放在第一标准 沈小姐 恕我自己 你突然一下子豁然开朗 搞得我还有一点不太适应啊 我现在突然想明白了 爱这个定义太广泛了 还是钱来得实在 沈小姐 我冒昧地问一句 最近你的身上是不是 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才让你的想法 现在变得如此地接地气 是命运典型了吗 我不想再寄人篱下 不想再被人比得没有尊严 不想再做一个失败 这个理由够不够 太够了 这样 我马上就回到公司 从我们的资料库里面 帮你好好地寻找一下 我争取一定帮你找一个 既有钱还爱你的人 好吗 谢谢 饭我就不吃了 我马上回公司 这个单 我买 我买 好 我这就回去帮你找 麻烦了 走了 沈小姐 好 阿姨 阿姨 这个是谁认的 这个 我刚才打扫卫生的时候 看他就在这只楼里呢 谢谢 好 利用公交车车站站牌的特性 然后结合产品的包装 让每天的上班族呢 都能感受到阳光鼓励每一天 我是希望呢 它的寓意是阳光鼓励 源自广播 小可 高总 我跟你说啊 你那个策环 把客户全给震住了 好东西啊 我都说了 他们肯定喜欢 只是可惜就期待什么呢 后来他们经过再三权衡 选择了另外一份方案 不过没关系啊 我看好你 一定行 再接再厉 你一定能做出更好的东西 高总 我继续留意 好 行 忙着 来 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在公司待着 什么意思 我现在在公司待着吧 总是贴着你的标签 人家看我也不舒服 我自己待着也不舒服 那你有什么打算啊 再找找呗 找到哪儿算一战啊 要不这么得了 你啊 真打算在这个行业里干 你去充充电吧 充多久啊 一到两年 找一个专业院校 广告专业 进修一下呗 两年 我现在都二十四了 再过两年我二十六 我直接嫁给你得了 我哪儿有那么居心不良 我真是为你好 你说 现在公司人事关系这么复杂 人家我这么善良 我怕你一遍一遍被人欺负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你给我出一招呗 你就在公司待着呗 我这么了解你欣赏你 再说了你跟我这儿干 不用从底层慢慢做起啊 那你说我在哪个部门合适吗 哪个部门都行啊 你比方说创业部 广告部 人力思源部 随便你听 你说我在哪个部门都适合 就证明我在哪个部门 都不合适啊 我觉得你干脆给我发一篇书 上面写着老板娘得了 就是来自我就是 等等 不断楼 在啊 这次就是这样的 这里 我看了 Pla也没有 轻木子 这就行了 那边 好 我喜欢的 挺 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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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